不安防 神的百姓不安防 也好吧 你将这尘交给我们 让高高的身体不歇息 直到我们 感见不醒 主啊 祢的名称为耶和华沙龙 祢就是平安 我们没有平安 但是在祢里面有平安 因为祢就是平安 祢是平安 祂已踩回中间各端的墙 祢是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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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已踩回中间隔断的墙 主是平安 主是平安 将忧虑写给他 因他顾念你 主是平安 主是平安 将忧虑写给他 因他顾念你 主是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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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已踩回中间隔断的墙 主是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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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祂已踩回中间隔断的墙 主是平安 主是平安 将忧虑写给他 因他顾念你 较顾念你 主是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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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忧虑写给他 因他顾念你 主是平安 主是平安 交由于写给他 祈祷都免贵 主是平安 主是平安 交由于写给他 祈祷都免贵 主是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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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由于写给他 祈祷都免贵 主是平安 主是平安 将由于写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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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祷都免贵 祈祷都免贵 主是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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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有利用 主有利用 主是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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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它 在寻求真正平安 主当他们寻找不到 真正平安的时候 主啊 他们忘记了 唯有耶语记录 你是平安 唯有神 你是平安 主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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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世人都不平安的月份 祢是我们的平安 主啊 这些平安 祢的真平安并非世人给我们的 主啊 祢的平安 是在我们的心里做一个圣灵的确据 主啊 祢的保守 祢的看顾 主啊 像种山一样的围绕耶路撒冷 祢也这样子围绕祢的百姓 而且不只是过去 是现在 而且到永永远远 主啊 求祢格外的保守 祢的百姓的家 祂的工作 主啊 我们所得的产业 祢为我们持守 主啊 谢谢祢 祢是我们的平安 谢谢主 谢谢主 祢赐下那出人意外的平安 在我们的里面 主啊 那平安是世上没有办法夺去的 主啊 那喜乐 那平安 主啊 是祢所留给我们的 因为主 祢说在这世上有苦难 在祢里面有平安 主啊 恳求祢现在就降下祢的平安 在我们的当中 再一次地用祢的平安充满我们 主啊 主啊 谢谢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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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们现在正在软弱病痛的当中 但主 我们不夸口 主啊 因为我们本身就没有什么可以夸口 我们只能夸口的就是我们的软弱 主啊 但其实在我们最软弱的时候 祢都赐下祢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 谢谢主 哈利路亚 是的 主啊 我来称谢祢 主啊 因为祢所保护祢的不打顿也不睡觉 主 谢谢祢用祢自己的平安引领我们 主啊 我们能有平安是因为主有祢自己的同在 主 祢的圣灵是赐平安的灵 主 我就向祢献上感谢 主啊 我说我把我一切的忧虑重担都交托给祢 主啊 我说我把祂放手交给祢 不是因为我放弃 主啊 乃是我相信祢是那万君之夜华 是保护祢儿女 主啊 是引领祢自己的百姓 引领以色列百姓 主啊 出埃及 主啊 进入到祢自己应许之地的上帝 主啊 是祢 主啊 是引领我们 主啊 出黑暗入光明的神 主 我谢谢祢 主 我说我把我的一切重担卸给祢 主啊 祢担当了我们的一个重担 主啊 祢担当了我们的过犯 主 放下祢自己圣灵奇妙的平安 主 谢谢祢 赞美祢 耶稣 谢谢祢 祢是平安 神 我们祷告 祢不只是成为我们个人的平安 神 祢成为我们家庭的平安 祢成为我们校园 职场跟教会里面的平安 神 我们祷告 祢亲自的拆毁中间隔断的墙 神 让我们所处的每一个环境当中 神 祢把平安赐给我们 神 让我们彼此有和睦 让我们彼此之间能够有一个美好的连结 让我们能够一起在主里面同工 耶稣 谢谢祢 耶稣 谢谢祢 耶稣 当世人逐渐把财富 权势 房子 车子 这一切逐渐成为他们平安的时候 主啊 他们越发觉得他们里面真的没有平安 因为他们忘记了 祢是这位赏赐平安的主 因为祢留下平安给我们 祢所赐的平安不像世人所赐的 因此祢赏赐的平安 我们心里就不忧愁 因为祢留下真正的平安给我们 谢谢耶稣 弟兄姊妹是主耶稣宣告 被掳的得释放 那个被仇敌掳掠去的 在十价的旧恩里面要被夺回来 今天早上里面有一个深深的感动 许多人的生命里面 那个平安被仇敌掳掠去了 但是主宣告祂是平安 在祂里面平安会被夺回来 十字架把平安夺回来 救赎把平安赎回来给我们 求主使恩恩待我们 我们昨天许多的人 回到主的爱和恩典里面来 平安不在世界上找 耶稣说在世上有各式各样 让我不平安的东西 有人让我没有安全感 有事情让我很慌乱 有东西有环境 有状态让我失去平安 但是主耶稣说是的 世上有这些 但是在基督耶稣里却有平安 不是说没事了 没事了 没事了 不怕不怕不怕 我们中间有人活在惧怕里 活在忧愁里 活在烦恼里面 那个烦恼深深的把你绑住了 主今天要断开这个锁链 不是告诉你没事了 没事了 如果告诉你没事 那是骗你 世上有事 有各式各样的事 有很多事 你看那些事就会慌乱 就会害怕 就会忧愁 甚至会绝望 不是没有事 世上有这许多的事 但是主耶稣要带你 从世上进到耶稣基督里面 在基督耶稣里面有平安 主是你的避难所 不是没有苦难 但是有避难所 在避难所的外面 就被苦难包围 就被惧怕包围 就被没有平安的慌乱包围 就被忧愁包围 进到避难所里面 外面的那些 惧怕 烦恼 忧愁 在你的生命里面就 无份 无地位 无权势 弟兄姊妹请听 在基督耶稣里 世上的不平安 在你身上 无份 无地位 无权势 不是外面没事 是在基督耶稣里面 有平安 我们不要骗你 每天看新闻 要忧愁都有很多事 可以忧愁 面对你的婚姻 有很多事会让你担忧 面对你的另外一半 每天在外面 你就慌 面对你的儿女 每天出门 你就担心 面对你自己这个人 你一点把握都没有 面对这个世代 有太多事让你觉得 那是你无法掌控的 是的 世上就是有这些事 如果你想要用自己的方法 更多的去掌控 你只是更慌乱 你想要用自己的手 去掌控你的婚姻 你会更不平安 用自己的手 去保护你的孩子 你会更不平安 用自己的手 去面对这个世代里面 许多的一些天灾人祸 你会觉得我太渺小了 你就会越来越惧怕 越来越担忧 主耶稣不是对你说 眼睛蒙起来 不要看 没事 没事 不是 是主带你到他里面 有主在你生命的船上 你会笑看风浪 Amen 风浪原来不可怕 因为你在主的船上 这个船是安稳的 是毛已经抛牢的 那个毛抛牢了 再大的风浪 船只是会随着浪摇摆 却不会翻覆 因为主是我船的毛 它稳稳的在那里 外面有非常多的一些苦难 主却是我的避难所 Amen 在他里面有平安 Amen 外面有仇敌的 敌人的轰炸 但是我却在主的防空洞里面 Amen 我是被保护的 主为什么是平安 不是主来了 遮上我们的眼睛 不看外面的问题 弟兄姊妹 我在祷告里面的时候 我里面一个感动 我小的时候 很讨厌下雨天 因为家里面的环境不好 常常下雨天 会把鞋子弄得很湿 很不舒服 那个鞋子总是破一个洞的 然后每到下雨天 那个水都会进来 很不舒服 很难过 所以每到下一天 我情绪就会很坏 但是有一天 我突然发现 如果我坐在我的房屋里面 隔着窗户 看外面的雨 好美哦 我突然明白 不是永远是晴天 是有的时候会下雨 但是主保护你 但是主保护你 你不是在外面淋雨的 在它里面 你可以笑看风浪 只有坐在屋子里 欣赏外面的雨景 是美的 真的在外面淋雨 一点都不美 有风 有风有雨 但是主是避难所 主呼召你 坦然无惧 来到神的十恩宝座前 我要蒙恩惠 得连续 做你生命 随时的帮助 主啊 今天早上的祷告 愿你的爱摸到我们里面 最深的那个惧怕 不安 主啊 但我们的安全感 不是从环境来的 让我们有一个安全感 是因为在基督耶稣里 谢谢主 继续向我们的心说话 奉主的名祷告 阿们 阿们 求主恩待我们 在神的恩典当中 早上这首诗歌 在华人里面 农历的七月 总是让人不安的 但是谢谢主 是会有事 可是在基督里有平安 不是没有事 我再说 主是平安 不是让我们像 像鸵鸟一样 把头埋起来 眼睛闭起来 我不看问题 阿Q一样 觉得没事 没事 明明很多的事 我在那里一直喊 没事 没事 我给我自己一点精神的激励 说没事 没事 没事 对着镜子大喊 我会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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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喊再大声 也不会有平安 其实平安 不是从激励来的 平安是因为 我在宝藏里 我在万古磐石的宝藏里 他永不动摇 你知道整个的意志释放里面 有一个很大的根基 那个根基就是回到主里面来 回到主的爱里面 最大的意志释放是因为我知道我在主的爱里 如果我在一栋房子里 这个房子是漏水的 我还是不平安 如果我来到神的面前 天天活在惧怕里面是说 他是一个严厉的 他是一个抓小偷的警察 他是一个抓作弊的训导主任 他是一个抓抽烟的教官 我永远活在惧怕里面 那个不会有真实的平安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的主 神就是爱 整个意志释放 是活在主的爱里面 而在圣经里面 讲到一件最美的事情就是 我们的神在耶利米书31章说 他以永远的爱爱我们 你知道那个浪子在外面 把自己的人生搞得一团糟 恶 脏 穷 说不定还病 搞得一团糟 跟妓女在一起 恐怕身心都弄得一塌糊涂 他的人生 所有的家产被败光了 去跟猪抢吃东西都抢不到 一个世家子弟 怎么绕成这样的光景 可是你知道 在浪子的那个比喻里面 我觉得最美的一件事情就是 永远不是浪子 去把自己的人生弄清楚了 再回家 浪子如果可以靠自己 把我的问题解决清楚 他回不回家都一样 他需要回家 是因为他知道 他不行 他不能 浪子如果有一个害怕 他就不敢回家 就是我爸爸是个严厉的父亲 我弄成这样 他非把我打死不可 我在外面还不会死 回家非被他打死不可 他就 但是你知道 基督徒的安全感 从哪里来 从天父上帝的爱来 我们需要知道 我是被拣选的 我是活在主的爱里的 拣选我的那一位是恩典的主 他已永远的爱 爱我 即便我搞得一团糟 我可以回家 圣经里面 我非常非常喜欢一个圣经人物 叫大卫 他有一个很大的安全感 当他做错事了 其实他做得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他糟糕到在情欲上出事 在杀人上出事 糟糕到这个地步的时候 当主呼召他 透过一个先知呼召他 说你回头吧 你做错了 指出他的问题来 你知道当一个人 活在爱的安全感里的时候 指出错误他会认错 当一个人活在没有安全感里的时候 死也不肯认错 就是这样 小的时候 我常常跟 我在教书的时候 跟这些家长讲 说如果你的孩子考坏了 回家敢拿成一单给你看 他有一个安全感 考坏了 自己去改分数 死都不敢把那张藏起来 自己去刻一个张 自己盖一张 因为他没有安全感 他怕我做坏了 被老师骂一顿已经够惨了 回家还被我爸再修理一顿 爱不是不管交 但是爱是一个安全感 大卫有一个安全感 他知道他做错了 他知道他需要为他做错的事情付代价 但是他有一个安全感 可以承认 那个做丈夫的如果对婚姻有安全感 就算做错他可以承认 但是多少的丈夫是那种 死都不可以承认 证据都已经摊在那里了 但是 我就是不承认 就是不承认 就是不承认 没有安全感 就不敢面对真实的自己 但是谢谢主 我们是可以活在主的爱里面的 浪子不必假装 找个地方先洗洗澡 把自己洗干净你 去借一套衣服来穿 弄两个假的戒指戴在手上 再走回家里面去 因为太没面子了 不 浪子是照着他的本相 回到爸爸面前 因为他知道 我的爸爸爱我 他照我的本相接纳我 我有时候在想 如果是我 我真的会不会先找个澡堂 把自己洗干净一点 再回去 至少像样一点吧 去跟朋友借一套衣服 像样一点吧 弄个假的戒指戴一戴 看起来有点样子吧 再回去见爸爸 但是这些年我知道 神是灵 所以拜他的要用心灵和诚实 那个诚实就是真 我可以很真实地来到神的面前 我不需要化完妆 再去见我爸爸 我不需要借两套假的东西 掩饰我的问题 浪子就是脏脏地 从猪圈里面爬出来 跑回家去看爸爸 因为他知道 当爸爸对他跑过来的时候 如果他没有安全感 他就想完了 要揍人了 赶快回头 不 他知道那个跑过来的爸爸 是抱他的 你的生命需要经验 医治释放 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 回到主的爱里 主以永远地爱爱我们 他从来不改变 是我们自己走出去的 浪子的爸爸始终爱他 是浪子自己出去的 只有一个方法 可以回到主的爱里 就是回转 今天主也呼召你 你不可能自己解决你的问题 不要想把自己的情况再搞好一点 洗干净一点 带着你的本相 来到这一位 以永远的爱 爱你的父亲面前 爱情灵 我们来祷告 阿爸父主啊 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啊 不是因为我们有多好 主啊 也不是因为我们相信 我们自己是可爱的而已 主啊 是因为在你里面 有那永远的爱 主啊 你用你自己的独生爱子 已经拆毁了那中间隔断的墙 主啊 以至于人跟神可以和好 主啊 以至于我可以知道 主啊 你是接纳我 爱我的阿爸父 主 谢谢你 用你的爱 洗净了我一切的污秽 主啊 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 就为我死 主啊 以至于主 我说我今天 我要活在你的爱里面 主 我要活在你的爱里面 主啊 你的爱是不改变的 主啊 你的爱是经历到时间 经历到很多环境的考验 主啊 你却仍然在那里等着我们 主 试得主 我说我今天不伪装自己 主 帮助我用心灵和诚实 回到你的里面 求你来医治我 更新我 来自感谢赞美你 谢谢主 求主帮助我们 在主的爱里面 有一个安全感 不要假装没事 经验他荣耀的医治 主 呼召你 祝购 祝贝 主 祝贝 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